下面讲一下叠阀的包装 包装 包装咱叠阀的包装 首先呢是从大箱子来讲 大箱子是用这一种 这一种叫 叫胶盒板箱加 石木条加固的箱子 它不是纯胶盒板 可以看见 这一个这上面的加固板都是石木的 然后这一层是胶盒板 胶盒板跟石木的最大的最明显的区别就是 胶盒板可以看见 可以这一块胶盒板 它是层次的 然后石木呢 它是一整块 然后像这种箱子 石木板条加固 里面大块的话 就是胶盒板 它就需要做一个新生证明 然后才可以售后 新生证明的区别呢 就是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章 烤过一根的一个章 就这个东西 然后还有一种箱子呢 就是纯胶盒板 就没有这种这种这种石木条 然后这种石木 这个加固条也会用 胶盒板的条来做 加固 看客户要求 一般就是两种 然后如果客户没有指定的话 就会用普通的这种 三颗板加加固条 加固 如果有客户指定的话 就会用纯胶盒板 来包装 大的包装是用这种出口木箱 然后再到里边 里边的话 一般是先套一层 泡沫袋 然后再加一层 这个叫 这个叫这种白色的泡沫垫 然后再会在里边 然后才会在里边放法门 哦对 木箱 一般都会有木托的 注意这一点 木托 然后叠阀的包装 像这种小口径的 小口径的包装呢 就是小口径是200以下 200以下的包装 是用一层 一层气泡袋放在里边 气泡袋放里边 外边一层是塑料袋 用塑料袋再包装第二层 这是咱 小口径的叠阀 就是两层包装 然后200以上的叠阀 会多一个 加固的这个磁板 就看一下这个 这种磁板 就是先 有的会加里边 先套一层泡沫袋 第二层在泡沫袋 泡沫袋上面会加 那个磁板 磁板套完之后呢 加住 磁板加住两边 然后最后一层 套这个 泡沫袋 然后又有这种简易一点的 就是不套泡沫袋 直接就是 套一层塑料袋 然后再加一个磁板 OK 这个是攀攀的货 攀攀的货 然后我客户指定要求 上面贴一个标签 OK 大概阀门就这么 包装 包完之后 盖上盖 哦不 盖上盖之后呢 会 加一个 这种加固条 给它捆起来 OK了 这就是包装 OVE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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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